基隆市发展最早的仁爱区 连长者居多 选民结构也较为传统 这次共有七人角株 世袭市议员席次 抽中一号的是 前市议会副议长征水源之子 也曾当选过市议员的政绩研 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实力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 登记第一号的政绩研 那未来如果顺利的当选的话 我一定督促我们基隆市政府 来增加长者的运动空间 那我本身也身为座委会的主委 那我知道长者需要 多元化的运动空间 那希望我们 基隆市仁爱区的市民 能够多支持我 那我是登记第一号的政绩研 拜托大家恳请支持 第一号政绩研 谢谢 二号则是上届以五党籍身份 首度参选 就拿下仁爱区最高票的同志委 除了家族背景最后 包括地方创生等政见愿景 也很获民众认同的他 这次以民进党籍争取连任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二号同志委 最近有很多分票的耳语 对志委的选情 有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这些耳语 都不是民主的争议 有做事的人 选民自然有感受 有感动 拜托乡亲 疼惜志委 就不要分票 信赖志委 坚定支持 二号同志委 让有做事的人 继续来为乡亲服务 三号则是现任民进党 金融市议会党团总召 郑文婷 强调律师专业问证 及推动爱心冰箱等公益活动的他 希望继续获得选民认同支持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 登记第三号 郑文婷 过去四年 我们提供免被法律咨询 服务超过两千人次 也创立了爱心冰箱 每周提供生鲜物资 总共服务给我们的弱势家庭 超过五千人次 另外去年疫情期间 我们也协助许多的摊商 申请纾困补助 未来我们希望继续与专业 来协助我们的乡亲 拜托三号 三号郑文婷 拜托拜托 四号是国民党提名的 在地创业青年纪文权 希望以年轻人思维 为仁爱区注入新活力 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四号纪文权 仁爱区是基隆的市中心 更是我们基隆的命脉 这几年来 我们的基隆仁爱区 人口老化 逐渐外移 民众叫苦连天 那我们这次希望 可以让我们的仁爱区更新 翻转基隆 让我们的仁爱区有心血 有年轻的力量加入 那未来请11月26号 请支持我们仁爱区市议员候选人 四号纪文权 五号则是争取七年霸的 国民党自身议员庄龙青 担任市议会审查会主席的 庄龙青对路面及交通号制 等地方基层建设也相当用心 各位亲爱的乡亲市团 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医院好专人 定期五号 五号的证人金 现在向我们的东北市团来报告 我在医院进来 担除到我们仁爱区的行政中心 担除到身脏使者中心定定 未来要针对我们基隆医疗量人的提升 要担除到我们医学中心 儿童专门医院定定 来照顾我们市民救医的管理 在这里继续拜托五号的证人金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感谢再感谢 六号则是民众党提名 八年级生的李依晨 被外界昵称为麦当劳女孩的 她是政治素人 形象倾心主打空战 网路声量极高 大家好 我是台湾民众党仁爱区市医院 候选人六号李依晴 我所提出的证件 除了路平水沟以及监视器之外 还有以下三个证件 第一个就是青年权益 协助青年就业以及创业 第二个就是加深在地青年 对于文化的认同 以及火化基隆美化基隆 第三个就是打造共荣性邮剧 让我们基隆迈向友善的 共荣共荣共荣城市 谢谢大家 六号李依晴 七号是同样争取七年霸 曾担任过议长的张芳立 在政坛上做人处事很获肯定 专注解决水沟通 道路平等民生问题的他 基层实力同样强劲 各位乡亲市团大家好 我是定期第七号中方的 在这里和各位乡亲亲安问候 我身为林爱区的市集园 我相信对林爱区的建设 多多我都要独却 我也希望市政府 可以把林爱区的道路 水沟做得更舒适 让人落后不淹水 让人可以很顺势 骑自车也不可以很好吃 我相信这点我一定做得到 我最好希望大家给我支持 我是七号张芳立 由于仁爱区是传统选区 重人情味与在地人脉 对现任者较为有利 新人能否有所突破 将备受考验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